我们种番茄如果想提升产量 然后提升口感和品质的话 首先一点一定要做到一个科学的施肥 有些朋友联系我以后就拐弯摸脚的想套取我们这个施肥的配方 实际上这个如果你比较流行的话 可以看我们以前的视频 我们都会公布我们番茄的施肥配方 这个不用套都会直接给大家说 但是反过来说有些朋友按照我们的配方做了以后呢 发现房间涨势啊产量啊这些话各方面不如我们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就出在这个肥料场面去了 很多人看出来了是丹铃甲的一个配备 而忽略了一些中微量元素 它这个一个使用量 因为我们的配方是我们通过自己买原料以后自己搭配的 里面的元素呢是比较齐全的 丹铃甲 钙尾瘤啊 天蒙 铜 彭心 这些都有 所以说呢通过搭配这些话涨势非常好 但是反过来呢你按照我这个配方从市场上去购买那些水中肥 它这个里面可能淡铃甲啊 问题不是很大啊 但是呢 甘尾瘤这一块呢 还有这些微量元素 一般的市场水中肥这一块 微量元素呢一般最多两种 加两种 量还是非常小的 所以说呢你按照我这个配方 有时候产量并不好啊 原因在处在这个地方 配方呢大家说一遍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首先呢就是你番茄定制以后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用三个十八或者三个十九的一个水中肥 这个配方呢取充施 叫做一个醋秧肥啊 就是目的是让番茄呢抓紧时间往上生长 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方呢 我们用个一次到两色以后呢 我们就马上要调整了 调整了什么配方呢 就是一个二十缸 十缸 二十的这样一个配方 这个配方实际上我们又把它称为什么呢 称为叫做一个粗花粗果肥 因为这个时候呢 番茄既要满足它的营养生长往上涨啊 同时呢它还要去开始开发 进入一部分的生殖生长啊 这时候呢 蛋 甲 和磷 对这个三个元素的需求量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用这个一个配方 到我们一碎果开始盛大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配方再进行一个调整 一般用什么呢 用15-10-30这样的一个配方 用在这个时候呢 番茄对假的需求量开始增加了 然后用它要棚果嘛 是吧 这是第三个配方 到第四个配方就是第一岁果 就是已经进入到澎大的中后期了 二岁果 三岁果 四岁果 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出来了 马上进入澎大的期了 这种配方呢 那已经调整 调整什么呢 调整一个15-6-35这样一个配方 把零降下去了 因为番茄这时候呢 已经六岁果和七岁果 完全化约分化了 对零那个需求量呢 不说很高了 把零降下去 同时呢 因为二岁果 三岁果 四岁果 都开始相近膨大了 对假的需求量开始突飞猛进的 需要了 所以说呢 把假的含量 再提升上去 当然了 这些所有的配方的前提情况下 你这元素一定是全的 你如果你只看中了单链甲 那么你这微量元素 满足不大量实量需求的情况下 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木头原理一样 同样 你用再多的单链甲 它这个产量还是受到影响的 所以对朱镇峰来说 这一块一定要记住 展望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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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